结婚那天,前任偷偷跟着车队送了我三四公里,我发信息后重拾末路 情窦初开的年纪,我们相遇 像很多校园情侣一样,我们的爱情留在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但是毕业就意味着结婚,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大学期间,我谈了个男朋友叫林阳 他的家是北方一个落后必赛的小三村 那时他是班里的班长,我是学习委员 我们经常在一起组织同学们举办活动,渐渐的接触多了 彼此也有了超越同学情的感情 在大二那年的一次活动中,他向我表白了 他说喜欢我秀气和文静,更喜欢我林家妹妹的样子 就这样我的美好爱情开始了 可是在甜蜜的爱情,现实面前都会低头 一晃大学毕业了,一时间校园弥漫了,分离的伤感气息 经过挣扎,林阳做出了一个决定,留在省城陪我 努力奋斗给我一个家,我高兴得手无主导 终于不用经历分别的痛苦了 可是接下来却是对我们更大的考验 毕业后我和妈妈说了林阳的情况 可是妈妈死活不同意 还说她和我爸爸当初好不容易才走出农村 我现在却又要重新回去,何况还是那么远的三村 我可以不吃饭威胁妈妈 可是妈妈根本无动于衷 总是举例子告诉我婚姻对于女人的重要性 这种拉锯战耗时半年,妈妈也没有成全我们 而是找到林阳说要是她真爱我 就请放手给我真正的幸福 林阳知道自己的家庭和我有悬殊 不想拖累我,更不想落个凤凰男的名声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主动和我提了分手 那一刻我哭得昏天爱地,哭得委屈无主 后来我在感情世界里把自己成风起来 一过就是三年 熟人跟我安排相亲 一个年轻有为的富二代王军 他自己家有工厂,而且收入很是可观 我本来对相亲对相是谁不在乎 只想结婚就可以,结束半年后我们就结婚了 他们家给了三十万聘礼 妈妈也是陪嫁了很多嫁妆 我们的结合让别人看起来真的是和美幸福 结婚那天上花车 我眼睛余光发现一个背影 一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背影 是的,那就是林阳 原来他一直在关注着我的动向 瞬间我的眼泪夺框而出 就这样,他开车跟着车队足足有三十公里的路程 我知道在下一个路口拐弯处 我就要到自己将来生活的家了 我不能再让彼此这样痛苦的纠缠下去 我背过身给林阳发了最后的短信 亲爱的林阳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爱美的教你 谢谢你能送我一层 我知道今生对不住你 请原谅,下辈子再续前缘吧 今天我就是别人的妻子了 现在我到家了,你也别送了 祝你有幸福的未来 消息发出后,我在痛哭中把所有联系方式删除了 这一刻我已经是王军的妻子 林阳在爱也是过去世 废墟的缘分下辈子再去吧 有些人忘掉也许才是对彼此最差的尊重 就这样我给我的爱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开始了我的家庭 生活就是这样 我知道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有结果 有的爱情注定了是记忆 只能去回忆 祝愿彼此生活美好就可以了 把彼此留在心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